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 位于旭东部戴尔卓尔省的一处美军非法基地 13号晚遭火箭弹袭击 有报道称 遭袭的美军基地位于戴尔卓尔省库努库天然气田内 现场传出剧烈爆炸声 随后美军直升机和无人机密集出现在附近天空 另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 驻扎在诱发拉底河西岸的民兵 袭击了美军驻守的库努库天然气田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信息 美军对莱席地和戴尔卓尔省当地武装人员的 驻扎地进行了回击 此前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的军事基地 9号深夜到10号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 传出多次爆炸声 报道称 袭击在基地引发火灾 美国国防部13号表示 该袭击造成8名美军士兵受伤 目前已有3人返港 2014年9月 美国等国组建国际联盟 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实施空袭 2015年底 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叙利亚执行任务 开始再续驻军 美国目前在叙利亚驻有约900名军人 叙利亚政府已多次声明 要求美国结束在叙利亚领土的非法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